是的 我們這次的講座題目就是 名作家羅琳和跨性別運動的世紀大戰 其實這件事情在香港的媒體都有很廣泛的報導 所以我們香港的《世民法學會》 都很想去跟大家分析一下那個來龍去脈 和和跨性別運動我們的分析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在講座期間有問題 都可以在留言區那裡去留言 我們今晚是會分幾個部份的 一開始會有我們《世民法學會》研究主任 陳婉山女士會為我們先分享的 去到大約9點40分 就會有我們主席關啟文博士去分享 去到最後10點15分 至到10點半就是最後一部份 就是Q&A的時間 大概那個流程是這樣的 其實我們學會都會有很多不同的講座 所以如果大家想更新的資訊 都可以歡迎大家留下電郵的 我們會將你的電郵放在我們的好友名單裡面 你就知道最新的資訊了 好 不如事不宜遲了 我們就現在正式開始我們的講座 將時間交給我們研究主任 阮山 謝謝安言 那我先試試撈個PowerPoint出來 好 Hello 大家看得到我的PowerPoint 看得到安言 看到了 看得到 是的 大家聽到我說話都ok是吧 ok的 ok的 好 都很歡迎大家 今晚有機會在這個疫情之下 都在網上有機會大家見一見 都多謝你們來聽我們這個講座 我主要在第一部份 就會簡介羅林這個事件的背景 我們首先會講究竟這件事的緣起是怎樣的 其實不是很久以前的 大約是一個月多一點 就是上一個月的6月6日 羅林在Twitter也有 我什麼人都看不到 不要緊 我照樣說 沒問題 我什麼人都看不到 你照樣說 我聽到 很清楚 羅林在Twitter有很多粉絲 有1500萬 1500萬是什麼概念呢 大家想想 香港大約是700多萬人 大約是兩個香港人口那麼多的人 是關注他 就是我們叫波羅 或者叫粉絲 在Twitter就出了一個鐵文 它就說 以中文就這麼說 有如驚的人 我很肯定有一個詞語是形容這些人的 誰來幫幫我 是這個Wubben 這個正式是羅林的貼文 原先 其實它的對象是一篇報導來的 其實只不過是講這個 新冠肺炎在一個 譬如第三世界的地區 怎樣去關注女性的生理衛生 其實跟這件事本身沒有什麼關係的 但是可能它用的字眼方面就可能太過政治正確 就是有woman 或者有women 你不用 你為什麼要用這個people who menstruate 這樣呢 所以引導羅林都可能出了一個post 有些少爺語的意思 我知道了 我因為見不到大家的 不知道大家有些什麼要說的呢 我想大家都可以出聲 然後給一些少許的提示我的 這個post 它出了這個post的時候 都馬上引起了很大的回應 因為它有很多fans 所以跨性別運動的那些粉絲 就是那些支持者 都是很緊張這件事 紛紛去罵它 還用一些仿昏 好像是他們說是仇恨跨性別人士的語言之類 所以羅林其實當時就很快就繼續出post去解釋 她說她不是針對跨性別人士的 而是反對去抹除性別這個概念 她說如果性別不是真實的 那就不會有同性吸引 如果性別不是真實的 那我們全球女性每一天活生生的現實 就說不到了 她就說她很理解和愛跨性別人士 但是對於抹除性別的觀念 是會令到很多人沒有辦法 很有意義地討論她們 就是女性的生活 最後她說實話實說就並非仇恨 英文就是 It isn't hate to speak the truth 這句都很多人引用的 終然她也是解釋自己的立場 不是仇恥跨性別人士 但是都已經有很多的批評出來了 包括有份主演哈利波特的系列電影 或者是外傳電影的一些主角的明星 紛紛罵羅琳 不要說罵了 就是批評羅琳 或者就算不直接批評也好 她都說 說回跨性別女性就是女性 trans women are women 其實這個意思就是反對羅琳的說法 其實都有很多學禮會的明星去反對羅琳 但是香港的觀眾 我想比較熟悉的可能就是 哈利波特系列電影的那三個主角 包括哈利波特 妙麗和榮恩 至於這一位就是影帝吸引馬 她是主演過霍金 所以大家可能都會熟悉她 她除了主演過霍金之外 其實她也是主演過一套跨性別的電影 叫做丹麥女孩 她是飾演一個 首個做變性手術的跨性別女性 結果因為那時候手術的水平就一般 所以她在手術之後 不久就過世了 所以可能因為這個原因 她也是支持跨性別運動的事情 很快 6月6日的帖子出了 然後她一直被人罵 大約在6月10日的時候 羅琳就出了一篇長篇自白 除了解釋她捲入 這個跨性別爭議的五個理由之外 其實她也提到 因為其實她自己是經歷過家暴 和嚴重的性侵犯 所以她體會到 一些女性的專用空間 對於一些弱勢的妇女 尤其她可能都經歷過一些 不好的事件的時候 那些安全的空間 對於這些妇女來說就非常必要了 稍後在她的自白都會多說一些 很多婦女 其實私下都聯絡羅琳告訴她 她們不敢說自己的想法 怕會被攻擊 以及沒有工作 我們看羅琳就看到 她一出了那個帖子 只不過是有少少爺語的意思 就已經受到這麼慢烈的批評了 所以 很多婦女就是告訴羅琳 她們說不到自己想說的話 另一方面 也有同性戀者 因為拒絕那些跨性別女性 那些跨性別女性 其實她還有男性的身軌 她其實沒有做這個變性手術的 她說自己是女性 於是這些女同性戀者 接納她 做潛在的一個約會的對象 那些女同性戀者 其實定義上她只是喜歡女性而已 那有少少加上奶後 那她們不肯的時候 就反而被對方 就罵她們是逼其 我們叫做偏執狂 那其實可能是古老石山的意思 那總之她不肯的時候 還被對方那些跨性別鏡 人士還罵回頭 那羅琳就覺得 所有婦女的聲音 都應該是被聽見 而不會受到威嚇和傷害的 另一方面她也觀察到 那些跟她一樣堅持性別 是真實的婦女 是沒有一個 是仇恨的跨性別人士的 相反 她們最初關注這個跨性別議題 其實就是注意到 跨性別的青少年的情況 還有一些不肯服從主流 跨性別運動的跨性別人士 受到壓迫的情況 反而是這樣的情況吸引到她們 而不是對於過性別的一個仇恨的意思 這裡大家看到的 其實就是她自敗的開頭 大家看到 彷彿很灰灰白白 沒有什麼色彩 有沒有圖片都沒有一張 白仔蝦字 其實她的文字就很流暢 也都解釋得情理兼備 其實很好看她那篇文 如果大家有時間 我建議大家去看她那篇文字白 非常好看 這個就是她那件事的緣起 到這個時候 我想跟大家去看看她 因為那個鐵文 結果會受到什麼待遇 包括她在Twitter那裡 就被跨運的支持者去圍攻 去罵她 去羞辱她 另外同運組織或者跨性別組織 都是譴責她 另外英國有一家高中 就取消了 用羅琳的名字 為她其中一間校舍冠名 她原本就計劃了 但最後就取消了 那理由就是 羅琳的言論 就跟學校的包容理念 不相符地說 還有她被 即是 俗語這種說句 就靠她搵食 的一些演員 就去 賭歌去批評她 之前這些都說了 另外 她的新書 她的出版社員工 就罷工 不肯做她的項目 好了 那我們就要問了 其實羅琳到底做了什麼 傷害了跨性別的群體 值得這麼多的打擊呢 她只是 決意捍衛女性的權利 不肯承認女性的自我定義 其實她在語言上 完全是沒有 很不客氣 完全是沒有的 她是很客氣的 去解釋自己的立場 但是也不被接受 就是這樣 她只是不肯跟 跨性別運動的私形態 說她們說 什麼跨性別女性就是女性 她不肯承認這件事 就是這樣已經是她的死罪了 還有我們也要留意的 羅琳她本身 不是一個保守人士 過去她一直都是同運的支持者 只不過 到她看到跨性別運動 那個問題 開始不肯 去endouse 即不肯去 繼續為這個跨性別運動 背書的時候 就馬上就遇到那個攻擊了 而且她反對這件事 不單只是在價值觀上不認同 而且我看到她的經過 很大量的資料搜集 以及經過想過之後的結果 我們待會在她介紹她的自白的時候 就會看到她的思考 最後就是羅琳在她的自白裏面 她提到她提過 當她挺身這個反對跨性別意識形態之後 她多次是經歷被取消 cancel 原來我查回 這是一種新興的網絡文化現象 那叫做cancel culture 封殺文化 或者叫call out culture 指控文化 是屬於網絡羞辱的一種 我們參考香港01的一些解釋 她說所謂的call out culture 就是當某個人 可能是網絡的紅人或者名人 發表了一些不被公眾所認同 和主流觀點相反的意見的時候 反對者就就著這個單一觀點 作出評擊的言論和杯葛行動 而當遭到大量網民批評的人 可能因此被主流社會取消 意思就是說 失去了過往辛苦建立的 在社會上的影響力 工作機會等等 所以對於名人來說 可能只是說出一句話 就令以往建立的聲網 被主流水 所以在網絡上也叫做取消文化 cancel culture 第一部分就是簡介了羅林事件 來到第二部分 我們就會說羅林自白 裡面提到她自己 為何要反對跨世面運動 她提出了五個理由 我們都很快看看 第一點就是 羅林說 因為她擔憂 她說 跨世面運動 其實會影響到她所關心的人 原來羅林除了是一個知名作家之外 也都是大慈善家 她旗下有一些慈善基金 除了有一些在蘇格蘭的 會照顧一些低下階層 尤其是婦女和兒童之外 也有些基金支持 女籌更新 和經歷家暴和性侵犯幸存者的支援 除此之外 在去年2019年 羅林也捐了1,500萬英鎊 去支持多發性硬發症的研究 她捐1,500萬英鎊 給那間醫療機構 其實也是她10年前 捐1,000萬元去興建出來的 因為羅林的母親 45歲就死於這個病 所以她投放了很多資金去研究 而這種病 在男和女身上 有很不同的表徵 所以她很擔心 跨性別運動的意識形態發展出來 很可能就會影響到 很可能就會影響到 她多年來很關注的 很關心的那些弱勢人士 好了 第二 第二就是 羅林做過老師的 所以她很關心 小孩子的教育 和對孩子的保護 而跨性別運動的發展 她見到 可能會對上述這兩個項目 這兩個目標 造成一個負面影響 令她心感憂慮 第三就是言論自由 身為作家的羅林 那麼 所以她也會因為各種理由 被出版社流難 不單是她成名之前 她的成名作 哈利波特 消失的魔法社 被很多出版社曾經拒絕 即是成名之後 其實她也被不少出版社去退告 所以羅林明都說 她是希望致力於捍衛言論自由 很快就說了三點了 到第四點的時候 就會是最多內容的那點 主要其實她是從社會科學的角度 去講述跨性別運動的問題 她做了研究 她發覺過去十年 轉介到英國性別診所的青少女 上升了44倍 當中 以及上升了這些 即是以前這些去性別診所的 我們叫做兒童 其實18歲以下都叫做兒童 主要是男性別診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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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可能大概十年前左右 就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間有很多少女 突然間有很多少女 表出來 還有當中這些少女 很多時候 會出現有個自閉症的情況 比例是很高的 同一時間不僅是英國 美國、澳洲、歐洲 其實都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都很值得留意的 在美國有一個研究員 就是利特曼博士、列文 在2018年做了一個研究 她去一些跨孩子、家長 去討論她 去接觸那些家長 去訪問她們的跨孩子 即是她們的小朋友的情況 希望透過這樣了解那些青少女 她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一個爆發潮 她將這種突然間在青春期 才說自己是跨性別的情況 就叫做速發型性別招呼 Rapid onset gender dysphoria 簡直ROGD 你們問博士 發現幾個相熟的朋友 一起說自己是跨性別的情況 都很普遍 可能有社交感染的情況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這樣的 學校有個教練 就出櫃說自己是跨性別 她有幾個學生 那幾個學生 自己本身都很熟悉的 那四個學生 一年之內相繼都出櫃 說自己是跨性別的 這文就說 在社交媒體 例如tumbra reddit instagram 和youtube 可能是傳播的溫藏 那些年輕人 我們稱為同溫層 在那裡 幾個全部都是為自己說的 對方都是說差不多的 形成了一個孤立的回音室 所以就 聽不到外面的情況 可想而知 這文的研究 一定令跨運不滿意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聲稱跨性別 就像同性戀一樣 是天生不可以改變的 如果有人因為 貧貝影響 而成為跨性別的話 那跨運分子的 即我們說說 雪恥就會倒閉了 所以他們對於這些研究 這些說法 會很著緊去打壓 另一個跨運分子的殺手間 就說如果不讓跨性別的清晰 變性的話 他們是會自殺的 譬如性別診所的醫生 他會跟那些家長說 如果你不讓你的小朋友 去變性的話 他們會自殺的 那你要一個生農夫的兒子 還是一個死了的女兒 那家長 面對這些 他們完全不知道 什麼情況 而醫生這樣說的時候 他們基本上 這家長是無能為力的 所以就算他們多不認同也好 因為基於他們去愛他們的小朋友 也會同意給他們的小朋友的變性 但是另一方面 英國唯一的公營兒童性別診所 一個前顧問醫生 Evance 他就反駁這個說法 即是說你不讓他變性 一定會死 他說其實這個說法 是不符合任何可靠的數據 或者研究的 也和他幾十年來 作為心理醫生的診療經驗 是不符的 這個Evance 其實是在英國唯一的 兒童性別診所做事的 但是正正因為 那間的兒童性別診所 就太過容易 給那些求診的青少年 即是處方一些變性的藥物給他 他和其他醫生 憤然辭職 寧願不做 因為他覺得對小孩很大的影響 另外 經常都會有一些跨運的支持者 就叫羅琳 你不如親身接觸一下跨性別的青少年 而言下之就是 如果你接觸過他們 就會明白他們的痛苦 你就不會再忍心反對 跨運窗議的政策 但原來羅琳 其實已經觀察了很多 他們在他們的討論區 在他們的討論區 他們的分享裡面 其實已經看了很多 他反而 因為見了這麼多 反而觀察到 這些跨性別的青少年 另外 就有角色個人的精神問題 比如 焦慮 解離 驗食症 和致殘 羅琳 其實他自己想回自己的經歷 他年輕的時候 都曾經患上嚴重的強迫症 他就想了 如果他在今日的環境成長 可能他都會跟隨他變成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他爸爸 比較喜歡兒子 如果每個人都說 變成是這麼容易 這麼輕鬆的 可能他都會想去變成 希望爸爸會更加喜歡他 所以 羅琳就猜了 最少有部分 跨性別的青少年的情緒問題 未必是由性別 焦躁正人起的 所以 如果輕鬆地跟這個潮流 去變成的話 就怕會傷害身體之餘 也不能夠對症下藥 真的能夠幫助他們 另外 羅琳也留意到 過去廣泛的研究 一致顯示 大約有六成至九成的 跨性別青少年 清晰期之後 性別焦躁的感覺 會自然消退 不用再變性 但是如果 泰國組開始變性的治療程序 到稍後的時候 他們不再想變性的時候 但是問題就是 可能他身體已經承受了 不可逆轉的醫療 例如不育 這件事是不能回頭 所以也是很令人關注的一件事 而事實上 也都是越來越多 後悔變性的跨性別人士 走出來 就公開自己的經歷 他說 很多時候 在年輕的時候 他沒有想得那麼清楚 無論是跨性別的組織 其實都是勸他去變性 你不變性就死了一條 所以他們在一個沒有想清楚的情況之下 就走去變性 到他長大了之後 稍為大多幾年 後悔的時候 起碼有些身體的傷害就回不了頭 所以他們都公開自己的經歷 希望大家正視這個問題 不是說所有變性都不可以接受 譬如羅琳自己都很正的說 他不是要全部否定變性 但是呢 在以往 變性是要經過很嚴謹 和長期的診療程序 甚至要包括一至兩年的 我們所謂的實際生活體驗 你真的試過了 長期試過 我們才會幫你做這個變性手術 讓你做了一個不可以轉手術的時候 減少了你後悔的機會 問題就是現在 在這個跨性別的意思形態之後 這種這麼嚴謹的程序 幾乎已經是被這個跨性別 活躍的分子移為平地 已經剷掉了 他說是的 你就快點跟他做 快點比較他 所以這個問題也是很嚴重 之後他還有一點關於 女性主義的一些思考 羅琳說 他已經讀過所有關於女性特質 並不存在於性別化身體之中的論點 以及關於身體女性沒有共同經驗這個說法 接著羅琳說 這種說法 根本上就是帶深層的性別歧視 不單止不是進步的觀點 還是倒退了大步 他說當女性在裡面 不再單止那些心理女性的時候 過去長久以來 因為身體的性別 而飽受男性壓迫的女性政治階級 就會隨著將她們連結在一起的 女性的指稱的消解 都一同被消解了 沒人知道 貶低身體性別的槍耳 就是在瓦解女性連結 在一起的力量 其實 第二部分 阿多德瓜會介紹一本女性主義的書 其中一章 他也提過一些類似的概念 他就說 之前就是男性和女性 女性就是弱勢那邊 那就是受到男性的壓迫 但是在跨性別的語言下 在跨性別的語言下 女性就變成信性別女性 是女性 相對的是trans woman 其實trans woman就是生理男性 反而trans woman就變成被壓迫那個 我們生理的女性就變成壓迫人那個 所以trans gender的意思形態 就是這樣 也影響到女性的 爭取關注的力量 就是這樣的意思 另外 跨運 即是跨性別運動 有些簡捨 他要求人家裡有些包容的語言 譬如用這個有越經濟的人 或者有陰戶的人去代替女性 但是我們女性聽起來 其實就會覺得很冒煩 女人就是女人 你搞這麼多事情做什麼 可能我們女性會覺得是一種冒煩 另外有很多女性之前已經說過了 女人不是服飾打扮 你穿上女裝就是女人的 女人不是你男人投入裡面的想法 不是你說是就是的 我就想到一個例子 大家看圖片 圖片 這個男性其實就是美國一個銀行家 她一半時間就認同自己是女性 大約一半時間認同自己是男性 她覺得自己女性是作女裝打扮 然後女性的身份去上班 那不是吧 女性不是你穿化妝穿著裙子 你就是女性 女性不是這樣的東西 不是那麼便宜的東西 不是你說是就是的 那最離譜的是什麼呢 就是她在一間大的企業做的 金融機構是瑞士順太 她竟然是入選了 金融時報金融時報 金融時報金融時報的頭八名商業女性 入選了 看不到圖片 如果你看到的 我看到網友說看不到圖片 照的如果看到我的PowerPoint的話 應該是有圖片 大家看到嗎 PowerPoint裡面有圖片 安然 OK 安然看到 OK 安然看到 我可以看照片 OK 如果有一些朋友 假設一些圖片是不好 或者一些PowerPoint是不清楚的 歡迎她稍後聯絡回我們 我們可以把PowerPoint傳給她 可以參考一下 還有我們也是在這個 OK 在我們那個商業法資料庫 全部都有這些資料 她是一個男性 她一半時間做了女性 然後就被這個 Final Times 選了這個 八名出色的商業女性 這樣 真是很過分 你穿女裝就女裝 但事實上 這麼荒謬 世界就是這樣 另外 跨運經常都說 跨性別女性就是女性 但這個說法實際上 就是跟女性開戰 為什麼呢 好像剛才我們說的 這個女從政戀者 她不肯把這個跨性別女性 視為一個潛在的日會對象 就已經被人罵爆了 我們下面看到這張圖片 這個也是一個女同性戀者 她本身其實是一個LGBT委員會的委員 但是因為一次 在那個委員會裡 她就稱一個 在女子監獄 侵犯女犯人的跨性別女性 用了He 男性的代名詞稱呼 He 去稱呼那個 性侵犯那個人 就被那個委員會的主席 就趕走 而那個委員會主席 也是一個跨性別女性 所以她說 從那個時候開始她就明白了 其實呢 跨性別那個運動 是會影響同性戀者的 無論是男同性戀 男同性戀 還是同性戀 結果她沒有辦法 在左翼的媒體 找到平台發聲 竟然就要和這個 保守派合作 在這個傳統基金會那裡 去發聲 那真是挺諷刺的一件事 最後一點 就是她說到關於她自己曾經是 都是家暴和性侵犯的受害者 她也是說 她公開這些經歷 不是想博同情 而是她真的想聲援那些 和她同樣經歷的一些弱勢婦女 因為當那些婦女 要求一些女性專用的空間的時候 都被跨性別匯的分子去攻擊 可想而知 女同性戀者都這樣被人打壓 可不何況其他人呢 就是這樣 羅琳她今天很好 她第二任的婚姻 她都很美滿 而且又有名利又有私事業 但是過去這些受到 家暴或者性侵的往事的創傷 其實是沒有改善的 如果沒有聲音可以怎樣做 不知道安然可以幫不幫她 繼續 她說一些創傷 她突然間而來的一些 可能旁邊有些人叫 她突然間會嚇一跳 或者有人無聲無息 接著她的時候 她也會嚇一跳 當那些人去批評她 你都不關心那些跨性別女性的安全 你不讓她用女性的空間 你要她用男性的空間被人打 她是假的 那阿朗說 不是的 其實她感同身手 因為其實她自己 都是性侵犯的一些 倖存者 我們叫做 她對於那種恐懼 其實她有很深的體會 所以不能夠說 她是不去理會 那些受影響的跨性別女性 但是問題就是說 無論是跨性別女性 或一般的女性 她們的安全是同等重要的 那所以呢 不能夠 兩個不是非此即彼 而是兩個都應該一同要關注的事 應該是同中 找一個比較 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法 而不是一定要 一方去侵其他地方 而是同樣 阿朗也強調 要求一個女性的專用空間 不是暗示 跨性別人士 是會侵犯女性的私隱和安全 而是根據跨運的意思形態 很難分辨 誰是真正的跨性別人士 誰只是混水磨魚 希望去做一些侵犯女性的事 因為任何自稱做女性的男人 都可以隨意進入女性的私密空間 當然會令到我們女性缺乏一個安全感 所以說到這裏就是 這一天就是 說回6月6日 阿朗林那天的事 就是那一早早 他看新聞 他看到 蘇格蘭政府 他打算 將這個跨性別女性 放入女性的定義 令到阿朗林都頗不開心 而且糾然之間 他那個性侵犯的記憶 突然間就出現了 我們叫做trigger 突然間出現了 令到他經常都很無緣 所以到傍晚的時候 他看到那個 我之前開頭說的那篇報導的標題 其實就令到他 就是可能被人挑起了一條筋 就出了那個引發今次世紀大戰的那個post 原來是這樣的出現的 那我這部分呢 基本上就OK的了 就這樣就行了 那我很簡單的說了那個事件 那我寫了幾篇文 就在我們的board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那都歡迎大家去詳細看一看的 那多謝大家 那以下的時間都交給多德關和安妍 謝謝 好 麻煩袁先生 交給我們的主席關啟文博士 大家如果有些什麼問題都可以想定 都可以打低在留言區那裡 那我們處理一下那個技術上的問題先 我現在連多德關的樣子都定格了 動都不動了 我看不到他的樣子 定格可能已經有些中斷了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問題 其實可以在這個中斷的時間都可以提出來 那大家可以聽一下 如果大家想問問題可以解除你的那個靜音 那就可以說話的了 或者你在留言區都可以的 那這段時間也都可以 就是大家有問題可以問一下 那我們處理了第二部分 我試試看看可不可以聯絡到第二位趕遠 那可能會有改變的 會有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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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坦白說 其實不是真的沒有的 是真的有的 那其實 比如為什麼說有法呢 在英國呢 大約在2017-2018年 他們在做一個性別承認的 法例改革的咨询 当时我们叫教育部长的立场是很自由的 他们想着进一步开放性别承认制度 由手术模式改为无需手术模式 自我声明模式 只需要做一些声明说我是第二个性别 那你就可以改革性别的身份 而不需要有任何的手术或者医疗去做 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年 有很多跨性别运动的问题爆了出来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Nitman的一些研究 也有刚才的Evens的医生 那间性别人请求不仅是他一个医生 而是二十多个医生一起辞职去抗议这件事 所以英国看到的转变是很大 到早几个月 当新的教育部长再谈谈这个咨询的时候 他们会在暑假公布咨询的建议结果 他们透露已经放弃了自我声明模式 也会关注女性在洗手间的安全 应该会规定了男女分开的设施 就不会像跨性别运动所要求 跨性别女性都可以用到这个 即是女性的私密空间 他们都会跟回生理性别去分 但是忧虑 他们似乎都是想禁止所谓的 所谓的convention therapy 我们叫做根症治疗的东西 这些人是比较担忧的 其实也有很多东西可以说的 罗林的时候发生外国 我们除了在香港可以做些什么 有个朋友他就问 我们香港可以做些什么 这部分我知道多多关系 就准备了很多 我们希望他能够处理了这个技术问题 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跟大家说的 他叫我们将这个 Q&A 的时间 先退前一点 一位思思的朋友 他就说 阿罗林也提议在媒体也发一些信件 就促请他们比较公平地处理去 双方的言论 我相信也是有需要的 就是无论是否有事 我们都可以尽力做 始终有很多政治的考虑 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做回我们 尽量做得到的事 所以我也是贊成他们 至少是在他们的处境 可以这样做 如果假设香港有一天 那个媒体都去到那个情况 可能我们都是只可以尽力 做多少 另一个问题 我看到就是 他说 如果我们的子女或者朋友 有这个促法型招造症的话 我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他们 基本上 就尽量都是 首先 我们都是要 无论去什么情况 我们都要爱我们的子女 另外 都真的需要找回专业的人士去帮忙 看看如何去处理 如何去照顾他们的情绪 或者各样的一些问题 我们都会建议 找一些专业的人士 譬如我们香港 其实我们很熟悉的一位康桂云医生 他也有很丰富的经验 可以帮到大家的 这样 有网友说 在一个网站 他也有罗林一些信件的帽子 我们也可以协助他 把这些信件 传到不同的媒体 希望他们可以有改善 不要只在一方面 去 去 去 站在跨上面那边 这位W的朋友 我们的表演完了一半 我部分就刚刚讲完 到多多关的时候 有少少技术问题 请你打一等 所以在这个期间 我们也和大家聊聊天 请大家等一等 谢谢 有位网友问 如果参加文化继续下去的话 预期这个世界 是会产生什么的负面影响 那影响可能就是 有些 可能有些 我这么说 有些像动产党 那你想讲的话 就讲不了 所以 不过这部分 应该是多的关 其实一会就会讲到 其实也都有一百多个 知名人士出来 联署声明 其实就是在关注这个问题 那 就是他们是说 要捍卫言论自由 就是 讲回这个 call out culture 或者cancel culture 的一些问题 那 那 一会有多的关注 再讲的 哈哈 哈哈哈 有些多嚴重的问题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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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些什么 刚才听完 刚才的分享 你有些什么想 分享一下 都可以 即是开个麥模 或者留言区 裡面 或是你最深刻一些的地方 都可以分享 是的 或者都可以說一下 為什麼你會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不如大家都可以開麥克風聊一下 你怎麼去留意到這個議題 為什麼你今天會參加這個聚會 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 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好啊 你問吧 剛才不是說羅琳一直很關注一個什麼病的 嗯 多發症眼花症 是吧? 多發生眼花症 然後你說是和性別會有關係的 嗯 我想問和關注 我想多知和關注瓜性別有什麼關係 好的 其實就是男女在生理結構上是有不同的 所以也有研究指出 那些藥物對於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功效 所以如果瓜性別運動 將男女的界線模糊了 那就會影響了醫療的用藥 因為醫生對著病人 其實他不知道他是生理男還是生理女 如果他不告訴醫生 醫生不知道 可能會影響了 如果本來那些藥物對男性有這樣的效果 咦 為什麼這個女性身上 這個女性身上 會有這樣的效果出現呢? 那會不會在這些情況下 會減少數據呢? 或者是原本我應該對於這個病人 我應該開男性用的份量 但是呢 當他告訴我女性聽的時候 我就開了女性的份量 那可能那個診療的效果又有影響了 嗯 是啊 比如我補充一點點 是啊 因為 其實不同的疾病都有男女的分別 譬如我們《性文化資料庫》 都有一篇文章說 男女的腦袋都是有不同的 其中一部分都說到 其實不同的疾病的機制都是不同的 比如 以我所知 肝癌或者其他疾病 其實那個男女的機制都不同 所以用藥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如果剷除男女的分別的話 就直接影響到那個醫生 那個醫療和病人的計劃 剛剛我們收到我們主席的通知 請遠先生 請你繼續講下去那個部分 因為都是處理不了那個技術問題 是的 可能麻煩了 是的 OK 我看到有些新聞有的 我也講回個情況 這個談論本來有兩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由我主講 就是交代來臨這件事的背景 第二部份就是有多多關 就會講回這個運動 背後的理論 還有我們應該要回應的策略 可惜現在有些一些技術問題 我本來還有大約二十個左右的PowerPoint 就是撥了到多多灣那邊的部分 我先講完那二十個PowerPoint 我就照本宣書 希望大家見諒了 我先開個PowerPoint出來 這裏有少少少可能遠先生 當日都是講了一些 但因為都是原本我計劃要講的部分 我都再簡單勇結一下 其實Rolling這個事件 其實可以看為 在一個比較前進的左派 都是一些比較贊成改革社會 標戰傳統的思想裏面 內部一個可以說爭鬥的 一方面是有LGBT那邊的跨性別運動 T Transgender Movement 另一邊有所謂的Feminist 其實是女性主義者 其實因為他們有爭拗 跨運那邊標籤了 那群女性主義者叫做T.E.R.F Trans Exclusive Radical Feminist 就是排除跨性別的基進女性主義者 為什麼會產生這場爭論 我們稍微解釋一下 首先要指出T.E.R.F.E. label 是跨運那邊加在那些跟他不同意的 女性主義者身上 其實那些女性主義者 其實是覺得跨運認為 就是根本不用做手術 也不用甚至醫療的診斷 只要有些男人的身體雖然是很男性 但他們心裏面認同自己是女人 那他就是女人 他認為你這樣的做法 可以說取消了這個女性的身份 就是將他們百多年去爭取 去保護女性的類別 那些努力可以說是逃空了 所以他們是表達反對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 都有些比較前衛的思想 並不是真的要去排斥 什麼跨性別的人士 不過他們的ideas 和跨運現在流行的那些 不是全一致 但是跨運可以說是容不下 一粒沙紙 所以就將它標籤為 一些排斥性的女性主義者 其實我們本身是 女性主義這個思想都很複雜 有部分男女平等 男女平權 同工同酬等等 其實我們都很贊成 但是我們都未必完全贊成所有 這些所謂 Radical Feminist的ideas 但今天我們透過去看他們之間的辯論 其實可以看到 其實跨運一些問題 不是只是一些保守 或者傳統人士 才會不贊成 其實在這個 我們叫做所謂前進 這個CAM裡面 也有很不同的意見 這個都能夠給我們這些 incite 所以這個TRF的Label當然是一個貶義 其實這個都是一個很常見的跨運 童運一些Tactics 總之你意見和它不同 你就是仇恨排斥 此後我們會再講到這一點 其實CAM裡面 其實是不是真的排斥到呢 是不是真的能夠去傷害到這個跨性別運動呢 其實我們看到Rolling本身都是名人 但是其實他這次 一反對這個跨運的思想 立刻這條算頭 比他更紅的明星 Harry Potter的演員 很多知名人士 有媒體都發動 去攻擊他 所以究竟是誰打壓誰呢 其實都真的 是很難說了 所以我們今天最重要 都是首先要看回 究竟這些不贊成跨運的 那些女性主義者 究竟他們其實想說些什麼呢 其實他們最重要的概念就是這個所謂 Female Erasure 即是把女性抹除了消解了 其實在這個思想上面 就是Rolling其實都是跟隨一班女性主義者 裡面包括很多知識分子 那他們的思想就是在Ruth Barrett所編的這本 Female Erasure上面 已經有很多的文章 很多的作者都是來自不同的背景 但其實很有趣的是 其實你說Feminist 本身都是可以說 以前都是叫做左派 progressive 所謂的前進思想 其實都是媒體的重熱 當一跟他們不同的跨文不同 似乎LGBT那邊就更厲害了 反而是不受注視 甚至他們部分作者都受到打壓 攻擊 所以他們發表這些文章去批評跨文的時候 是連真名都不敢用 都是用去筆名 這本就是我們剛才提過的 那本Female Erasure的那本書 都相當厚 是好成幾百頁的 裡面也有很多的 去用女性主義角度去回應 跨性別運動的文章 所以從他們這些 Ratical Feminist的角度來說 跨運 可以說是重新詮釋 這些性別身份 去到一個地步 總之你認同自己是女人 你就是女人 不需要你 究竟你的身體 你的結構 你的心理 比如說有沒有一些 月經的周期 這些都是不重要 總之你心理認同自己是女人 你的身體是很男性的 有些男性器官的 都沒有所謂 那這樣就叫做女人了 但是問題就是說 概念是否我們隨便可以去定義的呢 比如有些人就說 我們就平時在俗語作 你不要將粉絲當如刺 因為兩者的價錢是很不同的 雖然看上去可能都有少少相似 但是裡面的質地 裡面的chemistry 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如果有些人就 就說其實 如刺就是這樣的 你需要理裡面什麼質地 什麼來源 總之看上去是一個條狀的 少少少透明的 那就是如刺的 所以粉絲其實也是原刺 甚至一些玻璃條狀的物體是幼的 其實都是如刺 無論你玻璃粉絲或如刺 都一律叫做如刺 好像看上去 其實你是更加包含 裡面更多的東西 在這個如刺的包含裡面 但是這個時候 如刺本身獨特的 她原本的內涵 都被取消了 什麼都是如刺的時候 或者太多東西是如刺的時候 如刺她獨特的存在 她獨特的價值 也被消解 所以其實 簡而言之 其實女性主義認為 是真正受壓迫的女性 就是那些身體特徵上面 都有共同 她不是說一定就是 這個唯一標準 但是這個是一個基本的標準 不可以什麼都說是女性 而是這群人受到壓迫 所以我們要紀念 去聚焦這群人所受過的壓迫的經歷 那些歷史 所以你消解了這個群組的概念的時候 把這個概念太闊的時候 根本是把女權運動爭取的東西 是消解了 所以她認為其實LGBT 這個T 這個運動 其實不是真的進步政治 不是真的進步政治 不是真的進步政治 只是一個偽裝 假扮做進步政治 但其實她背後都是一個 misogyny 都是討厭女性的思想 也都代表一種深層次的 性別歧視的問題 甚至 所以對這些Vertical Feminists來說 這一種跨運其實是一種虛假的進步政治 不是真的進步 所以她們覺得也是要揭穿它 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她覺得這一種思想 其實是鞏固性別定型的 因為其實那個性別 首先從生理上來講 這些跨運本身就是男性 但是她想認同的女性 其實就是認同女性那種的形象 化妝 身體 好像就是說 其實你只要外表 像女性 但你Feminine 你就是女性 其實女性主要一直說 其實你不應該有這些性別認同 因為你這樣很多時候就壓迫 女性一定要變成很Feminine 這樣才是真的女性 其實外表上是不是Feminine 其實她覺得 你有女性的身體 女性的經驗和歷史 你就是女性 需要搞到一定要這樣才是女性 但是你說要變性 或者她所認同 那些女性性別認同的概念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 反而是認同這一種女性的 特別我強的男性 想變女的性別定型 所以其實她覺得這個不是進步 反而是退回 以前是女性主要者 所反對那種的性別定型 但當她反對這樣的時候 第二個毛病就是 她就是把感覺 放得比身體的實際情況 那個實際情況 是更加重要 所以男人 只要主觀上心理認同她是女人 有這樣的感覺 她就可以成為女人 甚至有一個法律地位 她覺得這個是講不通的 所以她反對這個跨運 特別認為是不需要生理任何改變 就可以自己宣稱自己的女性 這個思想 她認為這個思想 是有起碼這兩大的毛病 所以這個女性別的編輯 就是巴瑞特 就是巴瑞特 就認為這些跨運其實是很虛偽的 一方面她認為這個心理學性別的概念 有一個差異不重要 就是她其實就是 將過往女性主要用gender這個概念 來對批判那個基礎 是取消了 因為其實就是這一班 生理上是女性的人 有這個經歷就是被壓迫 強迫 男性統治 性暴力 個人困苦 以及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歷史等等 我們看到其實根本就是性暴力 跨運所面對的 根本就是跟女性所面對的 是很不同 你說如果你沒有那個身體器官 你是怎樣被 女性強暴呢 當然你可以是有 但不是女性那種被強暴的經歷 又或者因為女性身份 一直承繼那種社會和經濟不平等 其實這些歷史其實跨運都沒有 可能她跨性別那種困擾 會令她產生其他的痛苦或者壓迫都未定 但是跟女性整個族群 過往整個歷史所面對的經歷根本就是不同 所以如果你說把女性保護女性 是建基於過往的歷史的時候 現在今天就 女性的定義擴闊了 包括那些生理上是男性的都叫做女性 保護她 都同樣接受女性的保護 甚至讓她容量進入女性區隔的設施 比如說女廁、女浴室等等 根本這個就是 抹除了女性 撕消了女性 所以她覺得這是跨運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其實她們那些女性主義者 其實她們那些女性主義者 作為女性被訓戒 即是被人拿回頭 她們被人說 你這樣排斥跨性別 然後她們要必定無無疑問 完全接受了 所謂跨性別的女人就是女人 好像那些反對 Rolling那些的人這樣說 Transgender woman 只要她們自己認同就是女人 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但事實上 她特別剛才也說過 她說千百年來受壓迫的女性 是三百合二以上的女性 就不是自我認同是女性的男性 所以如果女性是一個 是女性主義用來反父權社會 批判大男人主義的這種思想的話 你將這個類別擴充了 根本就是違背了原本的用意 所以最大的問題就是 不單是這個思想 就是那種思想的壓迫性 所以她說 其實我們就是 正處於一個焚燒女巫的新時代 很有趣的是 通常這些批評 Rich hunting 就是過往 批評那些保守派 經常用他們自己一套的思想和道德 壓迫其他人 但現在很有趣的是 在這個左派裏面 即是女性主裏面 都批評 這個Transgender T這邊 其實又好似在焚燒略毛 首先她就要指出 其實很多這些跨運的推動者 其實都未必定是這麼單純 這麼真誠 為公義 這麼簡單 而其實可能都會有背後的現實 和商業的利益 考慮 譬如她說 現在四歲的小孩 就可以被診斷為跨性別 九歲就開始被她一些 叫做Puberty Broker 就是 阻止她青春期 那些寒爾蒙的發展 所以很多這些事情 都是令到有些 這方面的行業利潤豐厚 很多這些醫生 或者這些服務 都可以賺很多的錢 那背後會不會 都不是這麼純正呢 這些的發展 其實都是促進 某小撮人的利益呢 其實我自己的觀察 這個瓜式疫苗運動的發展 真的 速度真的快到無論 其實就算是六年前 其實在西方 都沒有現在這麼誇張 或者是這麼一個主宰性 但現在可以說直捲歐味 今次Rolling的事 都很反映這件事 連年輕一點的影星 應該跟Rolling 本身關係都是密切的 口徑一致反回Rolling 也可以說 念念有詞 全部都是跨食物運動 各種角度已經可以說 上路了 所以對任何不同意的人 可以說是去攻擊他們 但這件事主要都是由媒體去操縱 很多的Propaganda 所以特別有這些 我們叫做跨性別的 互約分子 Transgender Activists 他們自己就是 無論網內攻擊 洗版 或者透過媒體的宣傳 其實都對那些不贊成跨性別運動思想的人 帶來很大的壓力 所以你可以說你敢出頭的 好像那些兒童樂園那樣 被人打壓意見的思想 可以說是過往被視為保守主義的特徵 但現在女性主義就看到 其實反而這些被視為前障思想的跨運 似乎就是他章顯了一個這樣的特質 他舉了一些實例 就說他那本書裡面很多作者 但有些可能是以前大教書 現在已經被炒友 很多已經被各行各業 是black list 甚至有些人受到一些 要傷害他 強姦他 甚至死亡的威脅 為什麼呢 他做了什麼壞事 雙天漢戀 沒有惡 其實他只不過是質疑 挑戰這些一種的 所謂文化建構性別等等 這些跨運的思想 所以也有部份人 只不過是想表達一些 很common sense的事情 就是說是婦女 特別是那些曾經受過男性性侵犯 好像Rolling自己本身 是有這種心靈的恐懼 那這些婦女 是否應該有權在淋浴 浸浴 睡眠 或者發生一些活動的時候 是不需要和男性共處一生呢 其實這是很common sense的看法 但是因為 表達英國思想 有些作者 就是被打壓 甚至他們本來邀請到大學 演講的 都被取消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呢 在西方裡面呢 就有些政治正確的運動 很多的學生呢 就一面倒的支持那些流行的 左派思想 總之保守派 或者你跟他們 理想不同的人呢 比如大學 邀請了他們來講座 甚至有辯論 甚至可以公開質詢的 他們連聽都不想聽 認為這些的人呢 被他們講話的機會都應該 取消消消消息的情 經常呢 是組織一些抗議啊 甚至在會場呢 去討論 所以令到呢 很多大學都不敢邀請一些呢 可以說呢 是提倡正義不正確思想的人呢 去做演講 連大學這種思想 討論的自由 都可能已經消失了 那所以呢 這次羅琳的經驗呢 似乎是印證了 Berrett這番的說話 即是說 一個新的燃燒女巫的年代出現 這個都有少少的諷刺 因為呢 羅琳呢 自己 寫作 Harry Potter裏面 就經常講很多 巫師 女巫啊 一些惡魔啊 這些故事 但今天呢 不幸呢 他自己呢 就成為了一個 被焚燒的女巫 那 Berrett都認為 其實古王金妮 其實這個女性抹除 這個現象 根本就是 去延續 扶權社會 因為他們呢 要能夠壓迫女性的權益 首先要把女性的概念 抹殺了她 所以他就只是想指出 似乎今天 西方社會就是繼續這個現象 似乎都是這種扶權的延續 因為很多年輕女性裡面 在大學的學校裡面 很多散播這些這樣的 激進跨性別的思想的時候 你這樣去討論的時候 你連表達不同意 很多女性根本都不敢 因為呢 你這樣說 又被人 label 被人撈爆 這樣 所以這也是一種 可以說是 女性撥除的一種延續 也是一種去支持 這個扶權社會的一個工具 所以出現實上來說 這種女性撥除就是 那些女性想表達就是 你這樣拿了我的身份 也都沒有那種特質 沒有那個基礎 總之 你說我自己是女人 是女人 就是想表達自己這個 維護自己的願望 但他們甚至會受到騷擾 就怕自己人身安全 甚至都不敢發表意見 所以就是 譬如說 其中一個現象 他們都 特別跨運那邊 不斷希望改變那些詞語 譬如說 這個北美助產社聯盟 兩種文件 以前其實順利成章 我們就說孕婦孕婦 懷孕的當然是婦女 這個pregnant woman 但是從一個跨性別來講 懷孕的可能是那些 繼續有子宮的 那些跨性別的男士 所以我們都聽過 所謂的老爸可以生兒子 生女的這個故事 所以他們就反對 用pregnant woman 甚至是懷孕的 不一定是女人 所以要改為懷孕的 個別人士 pregnant people 而母親 也都可能是指一些 完全是不能夠分娩 不能夠生產的 所以母親這個字要改 改為能夠分娩的家長 等等 所以這些都是說 是偷天換日 跨運就希望透過這些概念 來消解 女性真正的特質 這個都是一種 可以說是 女性活除的現象 在這個運動裡面發生 以往很多的比賽 例如跑步 就算是籃球 都會分開 男性和女性的組別 不可以混亂來參加 但是現在 由一五年開始奧運 或者其他很多地方 就覺得 歧視跨性別人士 所以就算有男性身體 只要你心理認同的女人 你都可以參加女子賽別 但這件事 是不是對女性公平 因為就算她心理認同 就算身體有些改變都好 其實她始終 都是擁有的男性的體拍 所以她就有少許調整 可能有少許限制 但是原則上 她男性身體的運動員 都可以參加女子賽別 但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對她們公平呢 其實我們過往的 《性文化委》 都做了很多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看 我們的網頁 其實對很多女性運動員 是不是那麼公平的 所以對Berry來說 LGBT方面 應該是一些所謂的進步左翼 即是progressive left 但是當她提倡跨性別的時候 為什麼好像反而 是將過往 女性主義的成就 抹殺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她現在 就是等於 只要心理上認同是女人 就可以說是女人 就可以進入那些 女性自主空間 或者叫做性別區隔的那些人 領域 都說過特別是女肢 女育室 女子監獄 女性的運動 女性的庇護所等等 其實過往來講 其實呢 男性都都可以去的 或者呢 就算男性去侵犯 這所謂的女性空間 都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其實我們今天 視之為常態的 即是男女可以分別 女性可以有自己呢 是comfortable的一個地域 不需要呢 即是她怕有男人進來的 起碼就是 每個的convention是這樣 其實都是得來不易的 但現在呢 就似乎呢 因為跨性別這樣的提倡 就將這件事廢除了 所以呢 變了你就 就算是 不是說跨性別 那些人士本身是 就是一定有問題 但是你有這樣的措施 你就令到呢 那個空間呢 那個危險就會增加了 所以呢 對Berry來說呢 根本 免受男性暴力侵害的人生安全 其實是一個基本人權 那為什麼你是 跨運反而呢 是廢除了這件事 而且這件事呢 就是過往 Feminist 努力爭取的 今天似乎呢 就是毀於一旦 這個成就 但是當女性主義者 去表達這樣的關注的時候呢 那他們跨運那邊呢 或者支持他們的媒體呢 就總之 兩句不合 就說你是Biggard 就是編執狂 那就將他們這種關注取消了 那當然啦 傳統那些的保守反對應思想 也都一樣 更加被視為是Biggard 但是他指出到呢 就是呢 這種思想呢 很不幸呢 在美國啊 在西方已經慢慢流行了 那就譬如說 他就指出 美國十九個州呢 根本都不需要提出客觀證據了 只要自我認同 自我宣佈 為女性呢 就可以容許他呢 進入女性的私密空間 或者性別區隔的女性的空間 其實事實上 奧巴馬呢 都是大力推動 這東西 甚至在學校裡面呢 都推動 所以我們見到這種趨勢呢 都是令人擔憂的 所以Berry認為呢 這種這樣的思想呢 就凌駕了女性 在所有公共場所的私隱權 很多例子 都已經說過了 特別就是說 女性主義呢 一路關心上 女性 或者甚至是女童 所以面對很多這些暴力 或者性暴力呢 都在增加 那應該更多的保護措施 而不是開到車呢 是放鬆這些保護措施 但事實上 當他們表達意見的時候 甚至他們都被消心 所以他們就覺得 這個是非常不妥當的 一個事情 但是實際上 這些 又不肯去做變性手術 又說自己是心理認同 是 女人的 但是其實她整個身體 都是男性的 這些人有多少呢 這樣 其實可能呢 只是不夠一個% 這裡比的數字 可能0.3到0.5% 所以其實呢 這些措施 只是照顧這些很少出的人 但是呢 她似乎是對主流的 即是一半的人口 女性 所以面對的問題呢 是她忽視了 所以呢 她只是覺得這個 只不過是重新去 是回到 一個男性權威 一個富權的年代 所以呢 所以呢 她就特別再強 然後呢 就是對那些 感質疑 極端跨運的那些 女性主義者 她覺得她們真是受騷擾 受壓迫那些不安 她們都是覺得很不開心 所以呢 她自己覺得呢 她自己是用自我 即是自我 歸類為 progressive 進步的 人事 即是女性主義 但是她真是進步 是應該重視所有人的 即是平等權利 要確保所有人 特別上 壓迫那些的人 譬如說女性 安全呢 是一個的基本要求 是不能夠是用這種 作為代價取消了 而促進其他人的 所謂前進的一些思想 所以特別她覺得 其實這個跨運 特別強調 是你身體不是女性 但是你渴望女性氣質 剛才說的那個 Family 那樣東西 或者是男性氣質 這些都是基於 黑板的印象 所以呢 這些的訴求 其實也是同女性主義的訴求 是開倒車的 更加就不應該抹除 生理性別 這是一個現實 來促進這些所謂平權的運動 所以今次Rolling 對這個跨運有些批評 也是被大使去攻擊 也都被人標籤做這個TURF 但是我們都再次重申一下 其實Rolling自己本身更加清楚 她說她根本都有同關性別人士 來往接觸 也都對她們沒有仇恨 沒有排斥 她只不過是 她表達說 不應該去到這麼盡 不應該去將女性 一個的獨特身份 來去抹除 所以我們從這件事件 她只是表達這麼少少的意見 都被人打到殘 我們都看到Barrick那一類 指出現在極端跨運的霸權 或者霸道性 其實都相當真實 但是Rolling自己都可以說是幾十歲人 也都有一定的社會地位 所以其實她也都相當硬正 沒有因為這樣而屈服 繼續發聲 所以其實她就指出到 根本很多人說她是Turf TRF 事實上 根本這個標籤是太過廣泛了 因為這些其實很多 反對跨運的人 根本大多數都不是 一些真正的 叫做Vedical Feminist的人 可能她們包括一些媽媽 就是覺得不應該將女性身份 隨便取消 就是這麼簡單 甚至特別提到 其實因為她是同情同性戀 她覺得很多時候 可能譬如現在有一個 被人標籤做一個瓜性別的男生 但其實她可能她真正的身份 就是一個同性戀 她喜歡其他男生 但因為這個性別的黑板認同 所以她就想將自己變成女生 或者她自己是Vedical Feminist 所以其實很多跨運的 可能就是背後 從Rolling的角度來講 今天可能都是恐童的 因為她不想將自己 成為同性戀 所以她就寧願選擇變性 就將她好像 成為異性戀 所以這些 認同同性戀 因為這樣而反對跨運 根本就是跟一般的保守主義不同 也都沒有說是怎樣去排斥 跨性別人士 也可能有一個老太太 去Mark and Spencer 即是一個英國的百貨公司 但她發覺那個百貨公司 現在就說去試身室 女性的試身室 不需要身體是女人的 你只要說自己是女人 就能進去 老太太覺得 你這樣我去這裡買衣服 還安不安全 所以她就是這樣去抗議 不贊成 這些又被歸類為TRF 所以她覺得根本就是 跨運這個category太廣 根本就是用來去打壓異見者 這麼簡單 雖然道理很清楚 但不幸的話 如果一個人面對網絡上 媒體上 排山倒的控訴 她的確是真的嚇到 所以Rolling都經常被人罵 是transphobic 恐誇 說她沒有同情心 說她受盡那些跨性別人士 甚至在指控她們 是逼死她們 總之那些指責是無限上綱的 甚至有些認為 所以現在Rolling已經變了 做恐誇這些不三文人士 所以她應該不要再寫作 不應該再做作家等等 有些人甚至說這些說話 但我們已經說了 其實這些指責根本是毫無根據 Rolling自己本身也是一些 纏維的思想 她只不過是看重女性的身份 覺得現在這個極端跨運 根本的講法根本就不通 甚至效果也是不良的 所以並不是說要去排斥 跨性別人士 所以就介紹完這個爭論之後 我們稍為反思一下 跨性別運動的策略 首先第一件事我發覺 就是剛才其中提過的例子 就是LGBT本身 特別Coin本身 都喜歡重新定義這些字眼 所以Rolling一表實反論意見 就是被人說是仇恨 恐懼之類 但是Rolling自己都很清楚說 覺得這個說話都說得非常好 就是It isn't hate to speak the truth 只不過是實話實說 說出真理 怎麼能夠說是仇恨呢 其實我們去想真是 其實今天仇恨這個字 或者煽動仇恨 這些詞回 可以說是滿天飛 實際的意思是越來越濫 越來越用得不對 為什麼呢 你說我hate你 hate就不只是不同意 我憎恨你 那怎麼能夠表達我有憎恨呢 通常你憎恨一個人 你就很想他死 就算不死 你想受到傷害 你會因為他受到痛苦 而他開心 這樣才能夠叫做憎恨 但是今天其實 你只要不同意同運 你不同意跨運 你就被視為這個的憎恨他們 但根本你其實 一些都不希望他們是受痛苦 你只不過是不贊成他的主張 你不認為他們所提倡的社會議程 是對小孩子 對家庭 對整個社會 是有利的 所以你表達不同意 所以你完全心裡 並沒有所謂憎恨的情緒 也沒有一個 是樂於見到他痛苦 這樣的慾望 為什麼能夠說就是憎恨呢 所以小弟自己都去過台灣 一間大學去講座 我只是完全沒有提過人 也沒有表達什麼情緒 只是分析 同性分析的論據 但是呢 也都之後呢 甚至之前呢 已經被那邊的學生的同運團體 去標籤做呢 是所謂囚童者 就是囚犯同性戀的人 這樣 所以我們看到呢 這個的重生定義字眼 是很普遍的 恐誇症 恐童症 恐童症 這個恐也都是一樣 其實這個phobia 就是代表一種恐懼的 甚至去到一個精神病的層次的 但是其實你不贊成同運 你有你自己的理據 你可能一點都不恐懼同性戀者 所以Rolling自己很明顯的 他也都一點都沒有恐懼跨性別人士 所以根本也都不可以叫做 根本說他有恐誇症 所以你看到呢 這些的用字 對仇恨恐懼這些字眼 那些的定義完全扭曲 當然目的就是 是誇大 不贊成他的人的問題 甚至是稻草人的攻擊 但是不幸的也是這樣 這個雖然他用字 其實是用得不對的 但是主流媒體不斷重複這個標籤 所以那種的寒蟬效應 是相當的咒效的 第二件事就是他們以寬容之名 是對批評者不寬容 所以其實Rolling自己本身 都不是什麼社會保守派 但是他就算在他們那邊 左派那邊 有些內部不同意見 也都被人打到殘 所以其實這個都是一種的不寬容 但是跨運常說提張寬容 當然他所強調的就是 社會要寬容發生無人事 但是他所謂的寬容就是 你連不贊成都不行 你一定要表達贊成 要不然就打到殘 但是當然這種的策略 跟共產黨一樣 所以總之你不同意 他就要取消你 cancel你 delete你 所以現在已經有一個新的名詞 就說這種叫做cancel culture 其實甚至奥巴馬都關注這個問題 其實也都最近有一班的人 發佈了聲明 去關注這種cancel culture ruling都是聯署人之一 但是剛剛發佈了那麼多久 也都當然可以預期的 這班人都受到猛烈攻擊 所以幾個聯署人 馬上都已經斷彈了 因為他們已經是真的恐懼 已經被cancel了 因為他們甚至擔心 工作都受到威脅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的策略 其實根本也是一個double standard 說是寬容 但實際上你所做的事是不寬容 所以由這一點延伸到討論一下 Rolling的批評者 其實很多這些雙重標準 譬如說扮演Harry Potter 例如那個眼鏡的 Daniel Radcliffe 那個演員的名字 他就對Rolling去批評 他批評特別強調到 他覺得Rolling自己都背棄了 他Harry Potter系列那些思想的精髓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認為 其實Harry Potter那些小說 那些戲 其實反映了一個關注 Dogmatic ideas of pureness lead to the oppression of vulnerable groups 就是說如果有些人很教條式 去堅持一些意念的純粹性 即是說你跟我的意見有少少不同 你都不pure了 你已經是惡魔 那你就很有問題了 他認為當你這麼關注 你一有這樣的強調 你就會帶來一些 而受傷害的群組 弱勢群體的壓迫 他認為Rolling就犯了這個問題 其實原理就是Rolling自己 背棄了他自己 所寫的Harry Potter系列那種精神 但是他這種批評 剛才已經說了 其實根本是沒有認識根據的 這些對Rolling的攻擊 只不過是建基於Rolling 稍為偏離了跨運的 特別是不需要身體改變 就已經可以認同自己的女人 就變成了女人 在這方面的思想 Rolling有所批評 但是有些少少不同 他已經被人罵爆了 其實背後所反映 reactive 是豈又不是 根本就是盲目堅持 現在一種很純粹的跨運 你少少批評 你就要被打壓被罵爆 所以其實他批評Rolling 是這樣 但其實他自己所做法也是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很典型的雙重標準 另一個Harry Potter系列的演員 叫Rupert Green 他又是批評Rolling 他就特別去到 講到很好聽 We should all be entitled to live with love and without judgment 他認為他自己的原則就是 我們每一個人 所有人 We should all 都是應得的 是能夠被愛 是不受審判這樣而生活的 聽上去是很動聽的 這個講法 但是我覺得是可笑的 其實他們一直這樣去參與批評Rolling的系列 也都見到很多人這樣去批評Rolling 當中是很惡毒的批評 根本如果你說法是對的話 Rolling自己本身都應得到愛 以及能夠不受審判的生活 他現在只是給大家意見 你自己都參與去審判Rolling 所以你自己所做法 不是違背你自己提的原則 這個Rupert Green 也都所謂我們見到 其實這個是很常見的 很多時候LGBT那邊 剛才說我們每個都應該是平權 去到那些不正常意見的人 這班人有沒有平權呢 其實他們就不關心了 我們見到這個做法都是相當平常的 當然這一點都很簡單 網上攻擊的通常都是說Rolling 是有仇恨 恐誇 現在這個項目就不是說它用字不當 而是說批評者根本也是促進著社會大眾對Rolling的仇恨 所以這個也是一種Double Standard 我見到其實就是跨運這種快速發展 在西方亦都帶來一些反思 其中的反思 往往就是你在媒體裡面是見不到的 一些主流媒體西方那些 比如說我想介紹最新的 就是一個譬如說2020年6月這樣 這個是住在英國的 有一個智囊 Fing Tanger 叫做Civitas 就是叫做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ivil Society 就是一個公民社會的研究學會 有一個研究員叫做 Joanna Williams 她就寫了一本書 就叫做 The Corrosive Impact of Transgender Ideology 就是裡面講到 就是跨性別運動這個意識形態 那種複蝕性的這種衝擊 所以她就強調這種思想 聽起來好像強調自由 平權 聽起來是非常之動聽 是非常之崇高 但其實她的後果可能是相當嚴重 就是牽涉到我們怎樣去培育 就是小孩子 社會化化進入這個社會 以及我們怎樣組織社會 牽涉到家庭等等 她亦都在動員一些保護性別的權利 甚至一些自由結社的權利 就是如果你是有不同的意見 亦都受到打壓 根本也是違反一些基本的人權 譬如說有一些 只是給女子的監獄 女子的庇護所 又或者是女子的學校 會社運動 亦都可能會受到質疑 特別是從英國的經驗來說 我們看到跨運 特別是對英國年青的女孩子 女童到青年的女子 那種衝擊是特別巨大的 超乎比例的巨大 但事實上是將跨運 即跨性別的概念 不斷越來越低齡化 其實我們以往的講述 都折出過這種趨勢 所以有很多現在說 叫Transgender Children 幾歲大已經可以說自己的跨性別 其實這個概念本身 今天是一個很新的概念 以往都沒有的 其實都是出現了幾十年 但可能過往二十年 其實都不是那麼多人留意 但最近這十年就變成了沒有出頭離 甚至在西方越來越 可以說是主宰性 除了思想的興起 其實我們可以指出到 在英國裏面 希望改變女性身份的小女 突然間好像是標升的 一個spike 如果我們看股票走勢 突然間有一個尖 尖上去 牛屎出現 升了千幾點 就是這個女生當中 尋求改變性別的 也突然間多了很多倍 數字顯示 由08到18這十年之間 是升了四十四倍 即是想尋求變性的女生 是升了四十四倍 不是四倍 這個數字可以說是相當驚人的 過往尋求變性的人當中 其實男性居多 但現在當中已經有四分三是女生 所以我們看到跨運的影響 特別在年輕女子女童當中 影響特別大 會不會帶來特別大的傷害 我們真的要留意 所以Williams 作為智囊的研究員 提出一些建議 英國有這個 Gender Recognition Act 過往仍然需要 至少醫療診斷 要改變服飾 生活的適應等等 才可以正式認定性別的改變 但是最近也有些人提出 已經不需要了 就是他就買了極端跨運 那種叫做self-decoration model 總之一個人是自我宣稱 自我畫自己的女人 政府就讓他把性命身份 轉為女人 即是男轉女 就是這樣 Williams 成為這種所謂的改革 應該是要停止 所以就說 Moratorium on Reform of the Gender Recognition Act 當然這件事對我們香港 也都有所啟示 因為隨著早幾年 香港的終審庭 就通過了制度化了 這個變成人婚姻 也都提出要去思考 在香港建立一個所謂性別成型的制度 我們學會都已經提出了意見書 其實這些一切都是跟隨西方的潮流 我們擔心其實都差不多 必然發生下去 很容易就是吸收了英國 越整越鬆 甚至去到這個自我宣佈的模式 就成為了制度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也是要去關注 我們就不贊成這個自我生命模式 特別認為在英國都有Equalities Act 就是表達性別平等 但是性別是什麼意思呢 他認為一定要解釋清楚性別 不是只是你心理上認同 隨便你自己說是就是 但是這件事我們對比美國 就是美國的Supreme Court 最近認為美國的民權法 裏面保障性別平等 不受歧視的條例性別 甚至連跨性別都包含在裡面 我們對這個判決是非常不贊成 我們也是寫了很多文章 批判了也發出了 但是在英國就沒有這個判決 所以Williams也去關注到這件事提出 就是你講到性別平等 讓你們看清楚 這個性別怎麼解釋 是不是隨便一個人 你宣佈自己是女性 那你就要受到保護女性 不受歧視的完全一樣的對待和保護呢 這樣就相當有問題了 就是前面已經解釋過了 另外就說這個Puberty Blocker 就是荷爾蒙或者Cross X 被人變性 他是不是應該禁止使用這些 在一些未成年的人士 十八歲以下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跨運 就是一直這樣push 就是有這麼小得這麼小 就要開始被他錯了 所以叫transition 就是知道他自己感覺到 可能是一個男童 他感覺到自己是女人 他就被他轉 那可能就是 首先就是被他轉衫 轉名 亦都是注射這些女性荷爾蒙 特別因為年青人 青春期有些荷爾蒙 就會發展 令他的性徵 男性的性徵 會發展出來 他認為這樣就會妨礙他 將來變成了人 所以就要打令那些荷爾蒙 去阻止他發展 所以就叫Puberty Blocker 就是阻礙他青春期的出現 他認為這些藥物 可能有很多的後果 我們未能夠預知 也都知道可能有些風險 所以不應該對小孩做這樣的處理 應該是禁止他 所以特別是在學校 現在因為他們已經推動 在學校已經給他轉性 可能就是由男裝轉女裝 他們認為在學校裏面 也不應該容許給他們這樣 transition 除非是有家長的同意 至少有些大人把關 還有長年來說 小孩的變性 也都對家庭 特別對家長 帶來很大的衝擊 家長是有他們的家務人 也都照顧公認他們的小孩 為何他們連一些少少性性都沒有呢 所以他也都站在家長那邊 而不是跨人那邊 因為在學校裏面 這種所謂的 transition 沒有家長同意 是不應該容許的 另外他認為LGBT T分開了 不應該是全部一律的去鼓吹 都是我們聖民科學會的立場 就是在學校裏面 鼓吹LGBT 同樣我們都是特別的內容 如果是激進有為事實等等 我們都是有所質疑的 Villiams特別提出一個案例 就是有一個男人叫David Thompson 其實他已經是一個判刑的Pedophile and Rapist 已經是一個暖同僻 也是一個強姦犯來的 所以在這個2000年早期 已經是要終身監禁判了 但是他也同時有很多其他的犯罪 包括嚴重傷害他人身體 爆隔 也有很多針對女性的強姦性暴力等等 所以我們說是犯案累累 但是他最近也趕上跨性別的潮流 所以他最近認同自己是女人 甚至改了個名字 照自己做Karen Wright 所以他就說是女人 所以我現在沒有做任何身體的手術 總之他仍然以往強姦人哥夫身體 他一樣是這樣 但是他只是說 心理上我現在認同自己是女人 我是瓜性別 所以我就叫自己做Karen 所以他就英國按照他這種策略 你說自己是女人是女人 所以他就搬去女人監禁 但在那裏他沒多久已經去侵犯了幾個女性的育友 所以我們見到這種所謂隨便的自我聲明模式 就可以改變性別 甚至由男性監禁判女性監禁 其實可能傷害的就是那些 而受侵犯的女性 這就是一個實例 大家看看 其實右手邊就是David Thompson 左手邊就是Karen Wright 前幾年的時候是51歲 所以這件事件剛才已經解釋了 那是不是你少少帶了假髮 或者外表上面有少少改變 那你真的改變了自己做女性呢 那有沒有考慮到其他女人的權益呢 其實我們見到Rolling爭論的時候 也有些人是經常罵Rolling 你講的那些什麼這些東西不用憂慮了 沒有什麼這樣的case 你懷疑那些跨性別人會特別容易侵犯 看看人你有沒有根據 但其實很多這些case是存在的 但只不過是主流媒體不是怎麼報導的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由Thompson變了White 這個案例是一個鐵證 我們見到最近加拿大的保守黨 那邊的一個領導候選人 叫Derek Sloan 也開始表達對這些極端跨性別運動的關注 特別是那些小孩很小就已經被push 去到gender transition也是變性 或者準備變性的過程 他又需要一個轉角性的去調查 所以他其實跟Derek Sloan的意見 都是很相似的 這都代表著西方一些 人士開始共同的關注 他都認為18歲以下的人士 不應該容許他去打韓爾蒙 甚至接受一個變性手術 特別在教育制度裡面 是不應該再單方面的 不斷去推動這些一面倒的 跨性別的一些意識形態 特別在一些他還很小的思想裡面 我們見到這些是會發生的 那時候早幾年去澳洲 他們也有些人在學校推動 從很小就教他性別 沒有所謂的 你自己想identify男人都可以 你連小學都已經開始去教這些思想 甚至他還叫自己做一個 所謂的safe school curriculum 安全校園的課程 但究竟這些思想 push小孩幾歲 十幾歲就可以變性的 是否安全呢 即大有疑問 特別這個Derek Sloan 就去引用有一個 其實也有一個activist叫 Jan Smith 其實他本身都是跨性別的人 但是一些跨性別人士 都未必完全把極端跨性別運動的思想 特別提出一些研究 發聲去關注這些極端跨性別運動 他就指出到其實呢 很多的所謂呢 小小年輕人 他想變性的 其實裏面當中很多都是有一些精神的困擾 甚至是精神病的 他本身都是跨性別人士的 這個Smith 他就指出了 特別一些被收養的子女 自閉的子女 或者其他有一些 情緒和心理困擾的人 他們呢 是要求變性的機會率 是特別高的 是比沒有這些問題的人 那個比率呢 他們是高15到20倍 這個都是相當高的比例 其實我們看到 剛才也看到 是英國的年輕女性 上變性的比例 10年裏面是增加了44倍 其實這些數據有什麼意義呢 其實這個意義就是 其實今天很多這些東西 上變性並不是一個純粹是 是先天的 很多人就說 你先天就是 可能就是一個 男性身體 困在一個很 delicate 女性的心靈 所以他們變性 是很自然 這個是先天的諸如此類 但其實我們看到 其實就不是這麼簡單 起碼 這些先天的說法 也都沒有實際上的科學證據 但這些研究所能顯示 就是文化或者它的背景 其它因素 是影響它 會不會選擇 它想變性呢 其實是很大成因的 其實為什麼女性特別是容易想變性呢 就是因為社會本身就是男女不公平 女性被視為這個 好像西蒙波娃所說的 這個second sex 這個次等的性別 所以很多的父母都是喜歡男性 多於女性 所以作為成長冬的女性 本身是尋求她的identity 對女性身份 是特別覺得是不安全 不安穩 是想變 所以她突然間覺得 這個不安穩 不如想自己就identity 男性會不會我更加安全呢 所以這些趨勢 其實是建基於本身 女性身份 本身就是更加 vulnerable 那你再用一個文化去推動這些跨運 你就根本在利用這些 vulnerable的女性身份 而逼她做一些根本沒有需要的轉變 為什麼沒有需要呢 因為其實Rolin也跌出了 6至9成 可能7、8成 很多數據都是這樣 就是這些年輕的人 可能她曾經一段時間是對性別困惑 但其實大部分她大過之後 這些問題都會自自然就會消失 另一方面 所以Smith的研究會指出 如果特別上 你根本是有心理問題 或者其他精神問題的人 是想變性 這個可能是她精神問題的一個symptom 而不是真正的根源 所以你應該關注 你要去處理這些問題 而不是透過變性 是被她逃避 可能她覺得她現在身份的問題 特別是你想幫她變性的時候 會用很多剛才所說的 都要打這些藥物 所以Smith指出一些很powerful的drugs 比如Lupron 或者人工合成的荷爾蒙 Synthetic Hormones 她說其實第一件事 就是這些藥物的長期效果 根本現在是未知 為何這個問題 因為當然 你如果幫人用一種新藥 長期效果不知道 可能你現在一定會幫到她 但長遠可能她未來的 很高的比率患癌症 所以在你未知 你是不是害她之前 是否應該謹慎 我們不應該隨便 對年輕人施加這些很強力的藥物 但事實上現在的趨勢 很多人已經摆在跨魂的思想 所行十歲 她已經開始打這些荷爾蒙 當然未來她的覆禍真的還未預約 但事實上未知是一件事 風險是一件事 而且現在我們已經知道 例如Lupron這些藥物 其實已經起碼有關聯 跟各種一些不良的副作用 是有關的 例如說會不會導致骨的密度 在年輕時期 當然你要建立一個健強的體拍 你的骨是要扎實 當然大家知道骨質疏鬆 老年多人會骨脆 容易跌傷跌斷腳 跌斷手等等 年輕發展的時候 如果你打這些藥物 如果影響她的骨 未年老已經是脆 她還有幾十年熬 那怎麼辦呢 另一方面 寒爾蒙當然影響性別特徵 可能會阻止她特別生殖器官的發展 甚至令她長遠永恆地不育 Permanent Sterilization 將來她都變回頭 又如何呢 又或者她有沒有考慮過 這個後果又如何呢 特別對年輕人 已經施加這些 有可能有不良副作用的藥物 例如Lupron 這些成為康蒙等等 其實都是一些很不負責任的做法 其實Rolling在她寫了一篇文章 她為什麼她反對現在這 比較極端的跨性別運動 那五大理由裡面 已經提到 她特別都是在關注著 很多的小女兒 特別是小女兒 小女兒 沒有需要的時候 就被push了去做這些 變性的手術 她最近也都繼續發表這個關注 可能就是上個禮拜 7月5號 Rolling又在tweet裡面 又繼續去講 所以她也都提出類似的關注 她就說 現在很多一些人 就是關心很多年輕人 根本已經是因為他們那個精神的問題 健康不佳已經在增察著了 跟著還要將很多荷爾蒙 和變性手術加諸其身 根本就是不符合他們最佳的利益 所以她特別因為 剛才已經講過 很多她認為這些可能想變性的 其實她背後只不過是一個同性戀 練精的同性戀 所以其實這些左派人士 都很反對要改變同性戀 而她將這些改變的方式 就叫做conversion therapy 記住其實Rolling是反對conversion therapy 其實她的批評正義就是 現在有很多關性別的 就是將一年輕人 讓她變性 剛才我解釋過了 將她的身份 將同性戀變成同性戀 其實好像就是 impose了另一種新的conversion therapy 就是去抹殺她年輕人的同性戀身份 我們的角度跟Rolling不是一樣 我只是在解釋Rolling的看法 所以她認為其實這件事是不應該 她認為應該接受同性戀就可以了 根本這些人就不需要conversion therapy 不單是傳統的conversion therapy 不需要 這些所謂透過變性的方法 去取消同性戀的身份 這些做法也是不需要的 所以其實她在反對這件事 就說這些跨人其實是在做一些 他們反對別人的事 何況這件事就會令到這些年輕人 要進入一個 終生都要接受藥物治療的階段 也可能導致她是不育 甚至可能喪失一個完整性功能等等 很多這些未來的不良後果 她亦都再提到這件事 所以這個就是7月5日Rolling 就是繼續去發聲的 她不怕別人罵爆 她認為繼續去表達這些關注 當然Rolling這樣寫 繼續受到攻擊 這個就案立不表 我們在香港看《星島日報》 《星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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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個消息 就是7月7日 《星島日報》報導 這件事 標題就是這樣 它說 羅琳再竊歧視性小眾 只要轉化同性戀 第一件事 我覺得是很可笑的 根本就報錯了 現在不是說羅琳想要轉化同性戀 她不是說她提倡這個conversion therapy 而是她在批評一些跨運 其實就是推行一種新的conversion therapy 用跨性別的身份去抹殺同性戀身份 所以其實她根本就是反對轉化同性戀 但是這個報道竟然就調轉了頭 不看不明白Rolling寫了什麼 就說她是熱磚合同性戀 第二就說 羅琳再竊歧視性小眾 當然這一種的報道 完全是由攻擊羅琳那邊的角度去寫的 為什麼她不說羅琳批評、產生爭論 比較neutral的報道的debate 一開始已經又批評這些同性戀標籤 就說她歧視性小眾 但其實羅琳本身也是支持這些性小眾 只不過她不贊成這些極端forring的思想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這些報道 根本那些記者盲目抄一些西方媒體 或者西方網站攻擊羅琳的內容 而且抄過來沒有消化過 聽不明白就是隨便扔一些政治正確的口號出來 我們看到這個情況是非常可悲 我們繼續總結的時候就說一說 為什麼我們作為香港人 關注一場好像那麼遠的辯論呢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跨運勢頭是非常之厲害 所以其實已經透過香港通審庭的判決 早前性別承認制度的諮詢已經殺到來 香港也有些大學教授 馮雲那邊也有支援跨運 所以香港政府也曾經諮詢我們 認為香港要承諾性別承認制度 這個主要都是跟英國 我認為其實大部分的問題 不需要透過這些所謂的性別承認制度去處理 因為其實你設立了制度 其實原則上已經是認為 你成立了根本的模仿 那個motivation的大部分 都是西方跨運的思想 所以成立了的時候 其實根本就是想introduce 或者場景出色就會introduce 剛才那些極端跨運的 這些我們都折出了 我們認為是有問題 也都是不贊成 所以我們在香港 我覺得要繼續向政府去表達 我們應該有理有折的 但我們講道理 我們不是仇恨同性別 或者瓜性別人虧 我認為只不過這些 policy 未必一定對香港有益 另一方面我們覺得 我們香港人都要繼續 就著瓜性別運動的發展 和對意識形態的分析批判 要進行普及教育 這個講座都是其中一件事 我們都可能寫了一個文章 也都寫了一個系列的文章 因為大家不單是自己看 亦都可以和人share 亦都可以傳開 透過Rolling 都是一個知名人士 和跨運的辯論 更多可以明白 其實現在西方發展的跨運 其實底穩是甚麼呢 所以我們要繼續把握這個機會 因為現在香港 我想大部分人仍然未必會接受 你只要說自己是女人 你女人就開入女更衣室 入女性監獄等等 所以暫時一般人都是對性別 那個常識的理解 仍然是較強的 所以我們發表這些意見的空間 仍然是存在 但問題就是 很多人根本就沒有想 也都不明白 好像剛才那個新聞記者 他根本就是 也都不明白這個爭論 他隨便抄一下人寫 這些所謂Political correct 標籤他又用一下 慢慢久而久之 很多人就會覺得 跨運是時矛 這些人變成這些 這些是很值得同情 值得同情我們都是贊成的 但是不是一定要 整個社會制度都要跟 依小撮的族群呢 其實很多人可以談一下 但有時我們聽電台DJ 很多人都是很開明的 認為跨運的 就應該支持了 所以我們應該做多些教育 勉強政府和平機會 發表意見 但當然我身邊有些 發生人士 我們都應該用 同情 關華寧靜的態度 去對待他們 我們絕對是 不贊成 要受恨 要排斥的 所以特別推介 大家看看我性文化 會有一個性文化資料附的 裡面有很多的議題 都跟這個性的議題 性倫理議題是有關的 我們也都是 多謝陳婉山姊妹 她也就著這個羅林系列 寫著一年五篇的文章 由那個基礎 去到這個 Regal Feminist 為什麼反對 這個跨社會運動的 內容 論點等等 都很清楚的解釋 大家可以透過這個QR Code 去Access 也可以跟其他人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做多些功課 為了幫助我們去推動這方面的教育 好 我們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